小心啊 現在臨門閉門 臨門閉門 員警火速衝進民宅 消防隊員已經準備好 隨時破門而入 小心一點 小心 走開 消防人員不斷大喊 要房內女童往後退 接著用力敲打 成功破壞門鎖 小朋友沒事吧 沒事沒事 再睡覺 在睡覺啊 好了 大概不好意思 謝謝 夫人立刻衝進裡頭 抱起寶貝女兒 連忙安撫 充滿不捨 怎麼會鎖在裡面 他自己反鎖 他自己反鎖 我去上廁所 然後他就自己鎖起來 原來大年初一當天 南投中心新村這處民宅 經傳幼童遭反鎖 當時母親去上廁所後 走回房間驚覺 兩歲女兒被反鎖在房內 但孩子還小 無法開門 嚇得她立刻報警 只是正值春節連假 鎖降休假 只好聯繫消防隊 請消防人員破門而入 屋主小村民把完房間門 保不小心自行 將房門鎖上遭反鎖房內 白白的時候女童 白白全身有流汗 全身流汗 對 沒有大安 消防人員花了十幾分鐘時間 成功破門 小女童也重回媽媽懷抱 續盡一場 記者許玉文 王百一 南投資訪報導 我是張貝茲 播報新聞讓我增廣見聞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事事關心 也帶你一起 總握每日時事 雨時俱進 所有最新消息 熱門話題 都在中視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開啟小鈴鐺